汪小飞最近这是怎么了 近日有网友爆料在医院偶遇汪小飞 并且看样子是打架受伤了 前面还有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子跟随 这段爆料引来吃瓜群众的围观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网友们都猜测汪小飞可能是与人打架受伤 更有狗仔爆料 其一是因为与张盈盈吵架 随后后者与男性友人唱推 汪小飞大怒与对方大打出手 期间汪小飞也受伤 所以才去了医院 该名狗仔还放出早期汪小飞与女伴的亲密照片 让人十分好奇 近段时间汪小飞与前妻大S一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汪小飞多次在社交媒体怒视前妻一家 并表示不会让孩子叫大S现任老公居进夜爸爸 前段时间直播更是被弹幕调侃蹭热度 结果情绪一度失控 愤怒鬼怼 看来汪小飞也是被这事闹得心神不宁啊 无论打架却有此事还是网友玩笑 我们还是要谨慎吃瓜 也希望汪小飞能冷静处理这些事情 做出一个官方回应